小姐 你就别再哭了 伤小姐 不要再难过了 您家小姐到底是怎么了 还不是我家夫人 她把小姐的婚事给退了 又另外替小姐定了门婚事 我不嫁 我不嫁 我不要嫁到洪家去 你说的洪家 是哪个洪家 听说是上阳村的首富洪元万 上阳村的婚姻有爱 原来公公把我的婚给退了 是为了和商家结婚亲家 商小姐她 我看商小姐温柔嫌硕 确实是一位美丽又善良的姑娘 如今我和洪家已经无缘了 承宗能娶到商人小姐 也算是她的夫妻 商人小姐 商人小姐 你不要再哭 不要再难过了 我听说 洪元外的儿子洪成宗 也是个俊逸不凡 要求上进的青年 你俩要是在一起的话 也是郎才女貌 人人称仙的一段啊 不 清禾姐 我自有和文正定下了亲事 今生今世 生是文家的人 死是文家的鬼 不管 那文正长得什么样 无论她的家境是贫穷还是富裕 今生今世 我都是她文家的媳妇 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 鬼为千金小姐 你竟然会如此忠贞 真的 我从心里面 我从心里面感动和敬佩 不 清禾姐 我不要你对我的感动和感激 我要你救救我 救你 那你说我怎么救你呢 你 帮我想想办法 帮我想想办法 我也只是暂时住在你们家 我也是个外人哪 你说我怎么做 才能帮你不嫁到洪家去啊 是啊小姐 你这分明就是在南威里姑娘 不过洪家是个大户人家 你要是嫁过去 想必也能过上幸福的日子啊 多嘴 如果 一定要我嫁去洪家 那 还不如让我死了算 呦喂 说到提亲啊 当然是要我去啦 哎呀 原来是媒婆倒了 快请坐 快请坐 不坐啦 呦喂啊 如果你想早日娶到你的儿媳妇 就立刻立 马上马 把聘礼准备好 没人扑 我立马帮你把婚事搞定 哎呀 老夫正愁 不知如何解决 有没人帮忙 我就放心了 放心了 哎呀 我办事效率一向是最高的 有我帮你们办事啊 你就放一万个心嘛 只是 宗儿他还是不肯答应 那怎么办呢 哎呀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来个霸王应上功 突然送上聘礼 给他来一个措手不及 哎 哎 严可看收不动 反正这些聘礼都是浮云 早晚都是你的 是是是是 哎呀 老爷啊 你快来看哪 哎呀 有钱人家出手就是不通凡响 哎 你看看洪家这些聘礼 哎呀 真是价值不菲啊 夫人哪 这金银财宝我们家也不少 这个我知道 但是你看看 看看人家洪家的聘礼 这些聘礼文家有吗 好好的提那个穷小子做什么呀 就算他日后啊 考上了个什么状元探花的 你们也不会要他的 是不是啊 商夫人 是是是 喜儿啊 是 夫人 喜儿 你快把这好消息 告诉小姐去 是 夫人 自打云儿知道 咱们给她定情之后 整天把自己 关在屋子里面 插不似饭不响 以泪洗面 我看过她几回 她对我不理不睬 连句话都不说 那还不是让你给宠坏了 你看看 现如今啊 洪家的聘礼已经下来了 我告诉你啊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今天一定要让云儿 嫁入洪家 我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 你 哎呀 好 好 好 我听不见 看不见啊 我去就我去 我就不信哪 这个丫头不听我这个当娘的话 哎呦喂 商夫人 可别为这种事情伤何气啊 身体要紧嘛 你有没有听过啊 这没人嘴天翻烂坠 对 尤其是我这个记忆爱情 死的我也能说成活的 还是我去帮你说吧 小姐肯定会 嗯 同意的 是是是是 商小姐 你这样跟老爷和夫人闹别扭是不对的 是啊 小姐 老爷和夫人也只有小姐你这颗掌双明珠 这次啊 是夫人亲自做主 我看哪 你还不如去求老爷 也许啊 会让他们改变主意 春景 你又不是不知道 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娘做主 谁也改变不了 可夫人并没有什么恶意 也都是为了小姐好啊 既然事已至此 不如顺从母命嫁给红公子吧 如果非要我嫁去红家 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商人小姐 你千万不能那么做 你还记得吗 你怎么跟我说的要真爱生命 你说蝼蚁上且偷生 更何况是人吗 那你自己现在呢 明知故犯 更何况你还有高堂健在 你忍心吗 你忍心让他们看着你轻生 肝肠寸断 你忍心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 你忍心吗 春景 开门 我是喜儿 春景 小姐 小姐 喜儿给你倒喜了 你倒的什么喜啊 红圆外送来好丰富的聘迷 给小姐下聘了 你倒的什么喜 看我不打你 小姐 小姐 喜儿 喜儿她只是个下人 她也是奉命行事 你别怪她了 小姐 别生气喽 喜儿姐 你真是 胡乱报喜 要是真被打 那就白打了 夫人叫我来 我能不来吗 我也知道小姐心里烦 可是这批你都送上门了 小姐她能不假吗 你们都在啊 你是谁啊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外表女儿身 内型臭闻爷们儿的超级美人婆 我敬爱情 小姐 就是这个美人婆给你做的美 把她给我轰出去 当定当定啊 要我出去没问题 不过我怕出去了之后 以后你们两个呀 就会后悔一辈子吗 我说春景姐 我说喜儿姐 我进门那么久 一口水都没喝上 真是渴死 渴死我 你们两个 去外面端一壶水来 喂 你们两个怎么还不去呀 快去呀 是 小姐 是 小姐 小姐 哎呦喂 哈哈 美人婆 你刚才故意支开春景她们 是不是有什么话 要对我们小姐说 哎呦 太聪明 我喜欢 哈哈 哎呀 不愧是李怀春的女儿啊 你怎么会知道我是谁 哦 我跟令尊 还有一点点交情啊 好了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哦 我要说的话 就是你若真的不想嫁呢 那就去找你的相公文正啊 什么 你要我去找我的未婚夫 没错 正是 不可以不可以 小姐在自归中 还是未出嫁的黄花大闺女 贸然去富家的话 总是不太合适的 哎呦 若不去文正家 就势必要嫁到红家喽 不知生姑娘可否愿意啊 哎呀 听我的没错 现在唯一的办法呢 就是去文家 看是文正那个臭小子 如果他人品不错 一表人才 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那你就回来 请求你爹退了 这门情事了 哎呀 如果发现 那个文公子 不是你的那道菜 那你就得死心 嫁给红公子了 啊 小姐 你千万不要听她的话 你是千金大小姐 你要这样做的话 夫人和老爷 他们真的会生气的 嗯 香姑娘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谢谢你 啊 那你待会知道 在夫人面前 该说什么了 糟了糟了 夫人来了 两位小姐 夫人来了 淡定啊 云儿 云儿 夫人 您坐下说吧 哎呀 丽姑娘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见笑了 你看看 我这刁蛮任性的女儿 居然跟她娘这么说话 哎呀 先喝口茶吧 麻烦你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啊 哎呦 大人说话小孩不准偷听 哎 小姐啊 靠娘 你被说动了 真大事啊 好消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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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来个一哭二道三上调 保证她会听话的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哎呀 一起探讨 一起探讨啊 我们都是美女 你 值得拥有 好 谢谢 谢谢 好 你们慢慢聊啊 我先走了 好 好 谢谢 谢谢 哎呀 还是你搭着吧 哎呀 还是你搭着吧 哎呀 还是你搭着吧 好 好 好 哦 哦 惊动 不如行动 要更快啊 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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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云儿 你难道不知道娘的用心吗 云儿啊 你知道吗 你就是个富贵之密 是个精枝玉叶的千金小姐 娘是担心你嫁到文家之后啊 会吃苦 受累 过苦日子 娘担心你啊 过不惯那种苦日子 哎呀 云儿啊 你是娘怀胎十月所生 娘这么对你 难道有错吗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放着荣华富贵不过 你偏要去过那种 挨恶受穷的苦日子呢 云儿啊 你就不要难为自己了 也不要让娘为难了好吗 你呀 就听娘一句话吧 我告诉你啊 洪家已经定了明天 这个黄道吉日 你明天啊 必须嫁 娘 你决定了吗 我决定了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我 我 我就死在你面前 不良 不让你 你千万不能那么做 你要那样做的话 小姐岂不是顶上了 不孝的罪名吗 还是李姑娘懂事 云儿啊 你给我好好准备准备 明天啊 欢欢喜喜地给我出嫁 春景 是 好好伺候小姐 明天小姐啊 嫁定了 娘 娘 小姐 你给我出去 哦 李姑娘 你帮我多劝劝小姐 帮我开导开导她 出去 李姑娘 尚小姐 现在梦里承舟 看来明天 你是不得不嫁了 既然 已经这样了 明天 我就离家出走 有点 明天 就非常美味 身体